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今天去坐小火车 今天带大家去坐Blue Ridge最有名的观景小火车半日游 疫情期间,所有乘客全程都要佩戴口罩 还需要签署一个没有COVID症状的表格 每个周末乘坐小火车的人都很多 建议大家提前在官网购票 小火车常年开放,秋季最受欢迎 甚至要提前一两个月预订车票 每年11到12月,小火车还有圣诞专列 装点成节日氛围 车厢分为特等座,封闭车厢和无窗车厢三种 疫情期间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是Open Air 这种车厢里不分座位,大家上车顺序就坐 有一侧景色较好,可以直接看到合景 工作人员会要求两侧乘客在返程的时候交换乘坐方向 确保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坐到合景一侧 小火车上有一节餐车,也卖些纪念品 天气微凉的时候喝上一杯热巧或是热苹果酒 浑身都舒坦 整趟旅程四个小时 往返车程两小时左右 中间在小镇停留两小时 火车停留的这个小镇有趣的地方在于 它位于佐治亚和田纳西两周的交界处 小镇一侧属于田纳西,叫Copper Hill 另一侧属于佐治亚,叫McKinsville 实际上架在一起也没多大,就是个袖珍小镇 小镇餐厅不多,下了车不放心抢仙 填饱肚子再去随便溜溜 我们去的这家叫The Copper Grill 是传统的美式餐点 客人不少,整体口味还算OK 大家也可以选择可以看到合景的美式餐厅Burra Burra on the River 或是吃披萨的Twisted Tomato 上个视频介绍的Blue Ridge小镇里的古巴餐厅Rump Cake Lady 在这边也有家分店 一看就是红了之后新开的 门帘变大变敞亮了许多 吃完饭大家可以在镇上随便逛逛 别错过小火车返程发车时间就好 有些艺术品小店很有特色 推荐一家专卖藤条商品的Peacon Wine 老板娘每天一边在店里编织一边待客 如果不是疫情的缘故 大家也不妨尝试一下店里的变装拍照项目 河边还有家以卖木制品为主的杂货铺 店主一看就是串串的死忠粉 我们进店的时候 他正在装扮自己门口迎客的大黑熊 绕了一圈出来 这黑熊也算是整装完毕了 其实这个小镇离Blue Ridge很近 但小火车开得缓慢 以便大家观赏沿河景色 沿途会经过一个印第安人的古法普遇点 在这个V字处还会看到很多人在kayak 或是河里钓鱼 整个旅途可以说是轻松惬意 有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哦 搓手手开心 有人为了 有人为了胃不还先搓手手 那儿呢 那儿呢 上面 上面那粉的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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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标也有 人家里在张手 你幸福了他也会很幸福 是吧 看这儿 这儿还有这儿还有 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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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人家 女孩 女孩 ff